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深度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 以色列和美国正为可能来自伊朗的攻击做准备 并且在加沙停火的努力上 外交官们全力推动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谈判 即将在埃及或卡塔尔恢复 然而最近的暗杀事件和伊朗的报复威胁 使局势更加复杂 美国已经加强了中东的军事部署 而欧洲领导人则呼吁各方 避免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 同时 伊朗仍在准备其报复行动 这可能会对地区和平谈判产生重大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中东这片常年局势紧张的土地上 以色列和美国正面临着可能来自伊朗的重大挑战 随着加沙停火谈判的重新启动 外交官们正努力避免更大规模的地区冲突 调解人呼吁以色列和哈马斯回到谈判桌上 达成停火协议 然而 最近伊朗及其黎巴嫩代理人 因以色列暗杀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耶 而誓言暴覆 使得谈判面临中断的风险 据CNN报道 本周的谈判预计将在埃及或卡塔尔举行 美国 埃及和卡塔尔三国将在此次会议中提出 最终桥接提案 敦促双方参加 美国官员透露 在哈尼耶在德黑兰被暗杀之前 停火谈判已进入高级阶段 伊朗指责以色列是这次暗杀的幕后黑手 但以色列尚未确认或否认责任 正如法国 德国和英国在联合声明中所指出的那样 鉴于地区冲突的威胁不能再有任何延误 以色列已经表示将派代表参加周四的谈判 但哈马斯尚未确认是否参加 尽管其仍希望达成协议 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誓言 哈尼耶的死 绝不会白费 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警告说 对这次暗杀的血腥暴富是必然的 美国和以色列为应对这种可能的攻击 做出了种种准备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 命令导弹潜艇乔治亚号前往中东 并加速一个航母打击群的到来 五角大楼表示 美国还释放了35亿美元 供以色列购买美国武器和军事装备 以色列军方也暂停了常驻人员的度假航班 随时准备应对可能的攻击 根据Guardian报道 哈马斯政治领袖伊斯梅尔·哈尼耶 在德黑兰的一次暗杀事件中丧生 这次暗杀引发了伊朗的强烈反应 该国誓言对以色列进行报复 伊朗分析人士认为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设下陷阱 试图将伊朗拖入更广泛的战争 以推动自己的政治雄心 今年4月 以色列曾对大马士革的伊朗领事馆进行空袭 造成多名伊朗高级军事指挥官死亡 伊朗在随后的报复中 从其领土发射了一连串无人机和弹道导弹 目标直指以色列 美国军方协助以色列进行防御 成功限制了损害 然而 尽管伊朗的反应缓和了一些局势 以色列并为因此而罢首 几个月后再次对哈尼耶进行了致命打击 在哈尼耶死亡后 伊朗再次面临报复的压力 伊朗代理外长阿里·巴格里·卡尼 在与中国外长会谈时表示 伊朗有权对以色列进行 适当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 法国、德国和英国的领导人 呼吁德黑兰避免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并努力达成加沙停火协议 以色列军方表示 哈马斯在暗杀事件后任命了其在加沙的领袖 叶海亚 新娃尔为新任政治局首脑 显示该组织内最极端的派系已经接管 这进一步减少了达成停火协议的希望 尽管如此 哈马斯在重新谈判桌上 要求实施美国总统乔拜登 在7月提出的现有提议 而不是进行额外谈判 Guardian报道称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告诉以色列、同航约阿夫、加兰特 美国正向该地区 派遣第二个航母打击群 英国、法国和德国领导人也发表联合声明 敦促 伊朗及其盟友避免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随着加沙停火谈判的推进 美国、埃及和卡塔尔的三国的共同努力 旨在阻止更广泛的战争 这些国家已邀请以色列和哈马斯 参加本周的峰会 目标是达成停火协议和人质交易 这一连串的外交活动可能延迟了伊朗的反应 但伊朗似乎准备进行报复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告诉奥斯汀 伊朗正在准备在几天内对以色列进行大规模军事攻击 五角大楼表示 奥斯汀已命令亚伯拉罕、林肯打击群 加速部署到该地区 美国军方也已经表示 将部署更多战斗机和海军舰挺到中东 以加强以色列的防御 随着以色列对加沙的持续攻击 几乎4万名巴勒斯坦人已经在这场战争中丧生 以色列军方下令在南部加沙进行更多的撤离 当地卫生当局表示 北部一所学校改建的避难所遭到致命导弹袭击 至少8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这是10个月战争中最致命的袭击之一 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表示 应考虑对以色列极右翼国家安全部 长伊塔玛尔、本格维尔 呼吁切断对加沙的援助的言论进行制裁 约瑟夫·伯雷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本格维尔的言论构成了 煽动战争罪 并呼吁以色列政府 明确地与这些煽动战争罪的言论保持距离 并真诚地参与停火谈判 随着多方压力增大 停火谈判仍在进行 但能否成功仍是一个未知数 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矛盾 已经达到新的高度 任何一方的错误行动 都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冲突 随着国际社会的调解和压力 未来的局势将如何发展 将直接影响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以色列和美国 为应对伊朗潜在攻击做准备 是完全必要的 这是出于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的需要 历史教训告诉我们 防范于未然才能避免更大的灾难 就像罗马帝国时期 罗马人会在边境驻扎重兵 以防外敌入侵 如果以色列不提前做准备 后果可能就像特洛伊木马事件一样 让敌人轻易潜入 楚天书 你这么说 真像是在编一部好莱坞大片 以色列和美国的这种行为根本 就是火上浇油吗 这就像你在街上遇到一个不讲理的罪汉 然后你还非得挥舞着大棒子跟他理论 结果只会是打成一团 况且 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政府 一直以来都对伊朗进行挑衅 他这么做其实是想转移国内对他的不满 就像是个搞笑的魔术师 总是在大家眼前玩弄把戏 谢琪琪 你这比喻也太滑稽了吧 以色列和美国的准备工作 其实是提供了一个威慑力 让伊朗知道 如果他们选择进攻 后果会非常严重 这就像冷战时期 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核武器竞赛 双方都不敢轻易动手 因为大家都知道谁动手谁倒霉 这种互相牵制的战略是有效的 不然冷战后来也不会和平结束 哎呀 楚天书 冷战那可是一个不同的时代 苏联和美国之间 可是有条太平洋隔着的 这里可不一样 一旦打起来 影响的可不只是以色列和伊朗 整个中东乃至全球都可能卷进去 你记得20世纪初的巴尔干火药筒吗 一个小事件就点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现在的中东就像一个大型火药筒 谁都不想再来一次全球大战吧 谢琪琪 我明白你的担忧 但你忽略了一个关键点 那就是有时候武力威慑反而能避免战争 以色列和美国的联合准备 其实是为了让伊朗清楚地知道 他们的任何攻击行为都会遭到强烈反击 从而逼迫他们在行动之前三思 这就像乾隆皇帝在时期 对外展示大清的强大军力 保持了几十年的和平 楚天书 你这么说就像在说服一只猫 不要偷鱼一样不切实际 以色列和美国的这些行动 只会进一步激怒伊朗 就像你给一个火上浇油的行为 哈马斯和真主党可不是怕事的主儿 这些极端组织一旦决定报复 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你还记得伊利亚特吗 阿基里斯的愤怒引发了特洛伊战争 最后大家都没好结果 现在的局势就像是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 谁也无法轻易控制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